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不是因为我们邹记总理担心你们楚国会帮助田记返回齐国吗 郑姐既然在田记身上 那就解决田记好了 杜鹤的办法是 建议楚王给田记一片封地 把它安置在长江以南的地方 那就等于向邹记做了表态 表示田记再也回不去齐国了 邹记只要安了心 自然会和楚国亲近 拿齐国的利益暴打楚国 至于田记 作为流亡分子 一定想不到自己在楚国 竟然还能受封 所以心里呢 一定对楚王千安万谢 退一步说 就算田记将来还是回了齐国 也一定会和楚国亲近 那齐国的利益向楚国报恩 这样的安排 无论最后田记回不回齐国 楚国从田记和邹记身上 都能捞到好处 杜鹤的谋划 很像是马林之战前夕 魏国的公子李接受的建议 只要轻松落下一子 就可以左右逢源 横树都有便宜可占 横树呢 也都不会吃亏 这种谋划怎么都算得上 面面俱到 滴水不漏了 唯一不被考虑有潜在受损可能的 就是齐国的国家利益了 于是楚王呢 果然把田记封在江南 孙命应该跟随田记一起到了江南 在前下的日子里 过着著书客途的生活 孙命兵法的大部分内容 很可能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以至于后人在提到孙命的时候 会把他误认为楚国人 田记和孙命的后话 很值得交代一下 等到齐威王过世之后 继位的齐宣王知道田记的冤屈 终于把田记呢 召唤齐国 孙命啊 应当也在意到 回国之后的田记到底有没有报答楚国呢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孙命兵法有一篇强兵 在残缺很严重的朱箭上 可以勉强看到齐国把楚国狠狠打败过一次 其中还提到了齐宣王的名号 这篇很可能不是孙命的亲笔 而是后人的记载 附在孙命兵法圈书的最后 孙命兵法是直到1972年才重见天日的 在此之前 严肃的读书人理解孙病 除了可以接触史记和资质通鉴之外 吕氏春秋也很有价值 吕氏春秋有一个标题很古怪的篇章 叫做不二 含义是一切都要统一 为什么非要统一呢 因为治国之道啊 有太多流派 各有各的主张 甚至还有彼此相反的主张 如果国军听从这些意见 到底听谁的才好呢 这样下去啊 只会把国家搞乱套 治国呢 应该像治军一样 只要指挥官一声令下 大家马上步调一掷 让干什么就干什么 为了论证这个道理 作者把当时各大流派的核心思想 都用一个字加以概括 非常简单明确 原话是这样的 老当贵柔 孔子贵人 莫敌贵连 这段话在研究思想史的这个书里呢 经常被人引用 其中提到的有些人是我们很熟悉的 比如老子 孔子 莫子 但也有些人呢 没留下多少记载 生平履历和学术主张 都没能够真正的流传下来 比如陈嫩 王料 尼良 但是在吕氏春秋比较古老的版本里 这段话之后还有这样一句话 此识人者皆天下之豪事也 也就是说啊 无论是老子 孔子 莫子 还是陈嫩 王料 尼良 当时很有可能是被人等量器官的 孙斌也是这识人之一 和老子 孔子 莫子处在同一个重量级 而孙斌的核心思想 就这样被归纳为了一个 世字 因世力道的世 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 大致可以分为两派 一派是孙斌这种顺势 介势 造势派 另一派是秦国丞相李斯那种 屈炎富势派 两派的境界虽然有云泥之别 在政治军事上的施展 和在人生哲学上的发挥 虽然貌似全部搭解 但追溯到本质 其实异曲同工 只不过运用之妙 存乎异心 修行靠个人 很遗憾的是 孙斌兵法失传太早 后人接受孙斌的文化遗产 就只能从贵陵之战 和马陵之战去寻 这两个战力 因为太过精彩 波澜起伏 以至于被民间文学戏曲 不断改写 孙斌的形象 地位 知名度 一度和三国演义里的 诸葛亮不相上下 今天之所以 孙斌的名头 远远不能和诸葛亮相比 主要是因为新中国 驱立了四大名著 这个组合 四大名著以外的作品 自然就被冷落了 其实 很可能远在宋朝 孙旁斗志的故事 就已经富如皆知了 线索就在南宋民间文人 罗叶的一部 《新编醉翁坛彈录》里面 罗叶这部书 是研究古代小说史的 必读书 而且也属于前边讲过的 易存书 易指的是在中国 找不到了 存指的是在日本 还保存着 新编醉翁坛彈录 就像孙斌兵法一样 铸成不久呢 就失传了 直到1941年 被日本影印出版 这才传回中国 新编醉翁坛彈录 收录很多宋朝 说话人 关注的话题和素材 所谓的说话人 就是后来 评书艺人的前辈 这部书 开篇就谈到 说征战 有刘相征雄 论鸡谋 有孙旁斗志 可见在当时 制斗主题的说话里面 孙旁斗志的主题 最受市井百姓的喜爱 游宋入园 原朝是民间文学 兴旺发达的年代 原杂剧有 旁娟夜走马林道 画本有 乐意图骑 风格彻头彻尾 都是市井味道 旁娟夜走马林道 虽然胡乱搭配 战国名人 但故事的底子 到底还是 有据可考的 马林之战 而乐意图骑 就天马行空了 让孙敏大战乐意 类似于 侯宝林先生相声里的 关公战秦琼 乐意图骑 塑造了孙敏的 招牌式的形象 穿青袍 骑青牛 提着陈香木打造的双拐 别看啊 孙敏是残疾人 竟然还有不低的武力值 一生气呢 就会抡起拐杖 去打乐意 孙敏和乐意的对话 最有意思 说不了几句 有身份的人该说的话 马上就变成了 市井泼皮的斗嘴 特别出彩的是这样一段 孙敏直升到乐意的军营讲和 乐意的反应是 笑吼如泪 婆乃缺憾 敢发此言 话不投气 乐意手下的头号 猛将石饼三番五次 抡起两百斤的大锤 要砸死孙敏 然后发生了一段 很精彩的对话 并曰 尔仗众杀我 飞强 你敢放我出战 取少军兵 来抵你多兵 则一阵边界高低 跃一跃 这汉事 脱圣之际 你曰 我不放你出去 并曰 你不放我出去 你敢做爷爷娘养着我吗 你不放我出战去 就此处杀你 石饼每次要砸死孙敏 但每次呢 都被半奸不准的岳翼 拿各种理由拦住 最后实在是没法谈了 岳翼要打 孙敏呢 要走 对话是这样发生的 岳翼为孙子约 你不赢我几阵 我怎肯回兵 并曰 你是好汉 有将才 敢对阵相持 叫我去取些小兵 来阵上捉你 如翻首尔 岳翼言曰 俺也不信 咱放将你出去 石饼曰 不如这里打杀缺汉 岳翼曰 不可 看用圣迹来敬我 中国历史上的 两大军事奇才 被民间艺人这么一写 显得一个比一个鸡贼 我们不但想象 正是这样 太阶地气的角色塑造 才能让孙敏的形象 深深的在民间榨根 到了明朝 孙敏的故事 被改编出来 更多的版本 最突出的就是 孙旁斗志演绎 书名里的志 并不是智慧的志 而是志向的志 作者署名 无门孝克 不知道真名实行 小说在古代中国 一直都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 所以作者通常 不会数真名 免得掐门蒙羞 孙盲斗志演绎 如果按照今天的网文标准 可以分到 复仇爽文一类 孙敏和庞娟的 所有仇家联手 最后把包袱 做得淋漓尽致 先给庞娟 施了月行 庞娟这下 可以叫庞病了 但这个还没有完 其他六国的仇家轮番上场 有割庞圈舌头的 有把庞圈腰斩的 杀死之后 还要分尸 正因为各种细说 说得太过火了 有人呢 看不惯了 提出了一个 今天我们很熟悉的呼吁 通俗文学 也要尊重历史 于是 于少瑜编写 春秋列国志传 冯孟龙编写 新列国志 其中都有孙敏的不少戏份 孙敏的形象 开始回归正式 但毕竟还是细说 更能迎合世人口味 所以各种 先见神魔版的孙旁斗志 依然大行其道 孙敏的事情 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讲 公孙央将会出征卫国 他并没有兵法大师的名声 他能打赢吗 他的打法 比孙病如何呢 我们下一讲 再见